BTS成员RM出演YouTube频道 题目为向BTSRM询问2022年所得税 直率的主题让网友与粉丝们充满好奇 RM表示从频道订阅者8万人时就追踪了 所有影片也都看了展现了忠实的范心 主持人问RM听说你追求朴素的生活 和我们班底名秀相反 他喜欢名牌每天都去百货公司 但RM表示自己以前也喜欢去逛百货 也有过名牌中毒的时期 然而潮流总是改变得太快 认清事实之后开始转向朴素的生活 RM除了购物还喜欢收藏韩国艺术家的作品 展现了对自身文化的热爱与骄傲 最后RM表示接下来还会制作新专辑 也让粉丝们期待不已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